這個藥打多久? 這個藥打很快 因為它的劑量多 好 現在介紹一下 打這支換針 在冰箱拿開這東西 我們看到這支針筆 沒有什麼的 我們拔開蓋 拔開蓋後 就這樣拔開 拔開它之後 你看到針頭 這個其實不是推乾 這個就是舊的藥 舊了之後就不要一百馬變 八馬變之後 這個針頭之前推出了很多 所以我們要在這裡拔開 把它拔開 縮回去 縮回去 這樣就平回這裡 沒事了 我們就開新藥 開新藥的時候我們要注意什麼呢? 就是這裡有個日期 看到嗎? 這裡有其他 Expiry Day 通常是3月 今天用到3月就完 就是2023 所以用完3月都可以的 然後我們拔開 裡面的包裝 很簡單 有說明書 還有一個支藥 沒有用的 然後拿些支藥出來 然後拿些支藥出來 我們要先檢查一下 看到這裡有一個日期 看到這裡有一個日期嗎? 看到這裡有一個日期嗎? 把它放下去就可以了 這樣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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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這樣 這個東西放進去 領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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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要拿兩個酒精麵 拿一個也可以 一個酒精麵 我們主要是消毒什麼呢? 消毒的頭 就像平時打針一樣 消毒的頭 這個是我個人的習慣 經驗 因為它推崗的位置 它有時候不是去到最盡的 所以你打下面 可能你馬上打針 它可能會打胸炮 即是打了胸氣 所以我覺得很危險 那我就會 拿一支針頭 隨便這樣 拿一支針頭 之前就有一些 長的針頭 拿一些針頭 擠開它 就像平時這樣上針 這樣拎進去 然後拎進去 拎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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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的 開了就可以了 然後呢 小心點 然後我們這裡是0 通常我們先拿1 推2下 0.2 明顯現在是打0.9 但我就先0.2 因為我知道它一定會打出空氣 怎樣打 我們按了0.2 就向 沒有東西的 沒有東西的 看到 其實它沒有東西出來 只有一滴 就證明裡面有空氣 即是它這支歌還沒推到 推空氣 所以就推到下 按多 現在逐一逐一按 按到有汁出來就可以了 這個有些汁出來 我們覺得OK的 但沒夠多 按多一下 讓它滴滴滴滴出來就可以了 這些藥不捨不得了 好多打空氣 現在還是有些空氣 還沒夠多 OK了 OK了 這樣就OK了 然後 滴到有東西出來 你看到這裡歸回0 這裡歸回0 看到嗎 歸回0 那就OK了 因為這支針本身是長一點的 所以我不用的 這個 因為刺到文章 用來開針用的 然後我們就拿回 這個剛剛已經消毒了 我們現在穩定一點再消毒一次 再消毒一下針塔 消毒完之後我們插這個 但這個我們也有看過 它有一個Expiry Day 寫得很清楚 這個2024年的11月 截開它 截開它 截進去 000000 接著就調教文献所需的份量 0.9 一般換一次藥可以打多久 我真的看過它 可能都打到半個星期 一個星期 對 一個星期 明顯都打得多劑量 一支好像只有6 一支有多少 一支有多少 一支6mg 都是7天 最多7天 就是這樣 除了舊那支移走 對 然後扭回伸縮 你看到差不多這麼少 其實這些舊藥 只剩那麼少 剩那麼少 通常都是沒有用的 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要換呢 大概 都很簡單 你不是0.9 突然有一天 你拎不到它0.9 用好用才拎到它0.9 你根本拎不到 可能拎到0.5 0.3 就停了 你就知道要換藥了 就是這樣 OK